历代至下 第二十八章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 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他却随从以色列诸王的道路 又为巴黎铸造偶像 并且在辛嫩子谷烧香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走的外族人 所行可厌恶的事一样 又在秋藤上 山岗上和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因此 耶和华他的神 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 亚兰王击败了他 掳走了他很多人民 带到大马士阁去 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就在犹大进行大屠杀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在犹大一天之内杀了十二万人 全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有一个以法连的勇士 名叫西基利 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 王宫的总管亚斯利干 和王的宰相以利加拿 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兄弟中掳走妇孺 共二十万人 又从他们中间夺取了很多战利品 带回撒玛利亚去 那里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 名叫俄德 出来迎接回到撒玛利亚来的军队 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因为恼怒犹大人 才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却怒气冲天杀戮了他们 现在你们又想强迫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卑 难道你们自己就没有得罪 耶和华你们的神吗 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 把你们掳回来的兄弟释放回去 因为耶和华的震怒 已经临到你们身上了 于是以法连人的几个首领 就是约哈南的儿子 亚萨利亚 米什利默的儿子比利加 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 和哈德莱的儿子亚马萨 起来阻挡从战场回来的军队 对他们说 你们不可把这些俘虏带进来 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想增加我们的罪恶和过犯 我们的过犯实在严重 耶和华的震怒 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 于是军队把俘虏和战利品 都留在众领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 上面提过的那些人就起来 领走那些俘虏 从战利品中拿出衣服给所有赤身的穿着 给他们穿上鞋 给他们吃喝 又给他们抹油 又把所有皮弱的人放在驴子上 把他们送回宗述城耶利哥他们的兄弟那里 然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那时亚哈斯王派人去求亚述王帮助他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打尤达 卢走了许多人 菲利士人也侵入了高原和犹大南面的重城 占领了博士脉 雅雅伦 基迪罗 缩戈 和属于缩戈的村庄 亭纳和属于亭纳的村庄 井索和属于井索的村庄 并且住在那里 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纵邪恶 大大的冒犯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 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来到他那里 不但没有援助他 反倒欺压他 亚哈斯取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 以及众领袖家里的财宝 给了亚述王 但也无济于事 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 竟越发冒犯耶和华 他向击败了他的大马士革的神献祭 说 亚兰王的神帮助了他们 我也向他们献祭 使他们也帮助我 他们却使他和以色列人灭亡 亚哈斯把神殿里的器皿收集起来 把这些神殿里的器皿都击碎了 又封闭了耶和华殿的各门 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角落建造祭坛 他又在游道各城建造秋坛 向别的神烧香 惹怒他列祖的神 亚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一切所行的 以及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哈斯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耶路撒冷城里 但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陵墓里 他的儿子西西家揭续他做王 亚哈斯和他的带